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秋夕作长 天兄总会相信我是他弟 如果他不承认我 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听懂了没有 你少啰嗦 我只不过是想在陈家有一口饭吃 免得你动不动就看我不顺眼 你要口饭吃 你也不能让我成天提醒吊胆哪 今后 君山和老爷 如果有任何损伤 我会把账全算在你头上的 秋夕 如果是他们得罪了别人呢 你最好保护他们的安全 要不就请佛祖保佑他们平平安安 否则我为你试问 好 别让我带到机会 夫人 我是来看天雄的 夫人 请坐 我给您倒茶 倒什么茶 这里不欢迎她 少爷 你别这样 夫人 少爷他身体不舒服 说话比较难听 其实他并没有恶意的 您大人有大量 别放在心上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 你啰嗦什么 没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您还没得到教训吗 如果你还不知道反省 我看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这辈子是好是坏 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听你说教 你 夫人 少爷他只是嘴硬 其实他早就忏悔了 他这几天嘴里念叨的 就是对不起福伯和文悦 夫人 您回去一定要在老爷面前 多多说说少爷的好话呀 你不用求他 现在陈家 已经落在他和军山的手上 陈家的财产早晚是他们母子的 他今天来 是专程来示威的 你求他干什么 他是来看我们笑话的 你只会自暴自弃吗 如果你担心陈家的财产 落到我们手里 那你就该用点心赢回去 用你的诚恳 你的努力 你的争气 让老爷看得见 而不是靠张嘴谩骂 如云只是个丫头 都还懂得说场面话 而我养你这么大 你连如云都不如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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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为她是谁 动不动就摆出教训人的口气 我就算被赶出来 我还是陈家大少爷 她以为她是谁 少爷 如果你想回陈家 就只有靠夫人呢 你把她给得罪了 还有谁能碰上你 我不需要靠谁帮忙 你别罪应了少爷 你想想陈家上上下下 能和老爷说得上话的有几个人 除了她 还有谁能帮得上你啊 军山 你干什么呢 你要离开这个家吗 娘 我相信文月没有死 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傻孩子 人海茫茫 你上哪儿找啊 我沿着大江一路找下去 我一定可以找到的 娘 我一天找不到文月 我就一天不能心安哪 你让我去吧 不行 不行 这跟你平常做生意不一样 万一有个意外 你叫娘怎么跟你爹交代呢 我不能让你出去 娘 你相信我 我不会有事的 我在外面会小心的 我求你了 你不懂 情况不一样了 你真的相信 文月还活着吗 这么久 不懂 我贵 你真的不曾当我 我 内業 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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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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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了这个畜生 我真是愧对你们 玉华 是爹对不起你 是爹没有把他教好啊 不过我回来了 我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是啊 今后有老爷盯着 不会再让天雄胡作非为了 老爷今天是特地来接你回去的 春儿 把东西收一收 是 春儿 爹 我已经被天雄修了 怎么能再回去呢 天雄的修书怎么能算数呢 我不会认得这笔糊涂账的 玉华 你还是陈家的媳妇 要由爹说了才能算数的 他从前只负我一个人 现在他负了他身边所有的人 我不能够原谅他 玉华 你爹都来接你了 你就不能看在你爹这份心意上 跟我们回去吗 你肚子里怀的是天雄的骨肉 你在外面这么辛苦 我们在家一天也不得心安呢 姨娘 你关心我我知道 可是 我也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我不苦我过得挺好的 爹 我很感谢您今天来接我 您还亲自来接我 可是 我却服逆了您的好意 请您原谅我 玉华 起来 另外 我还要向您致歉 我嫁进陈家 不但没有把家持好 反而惹出这么大的风波 让您操心 我对不起你 玉华 别这样 快 快起来 好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啊 那爹就不勉强你了 不过你还愿意叫我一生爹 爹只有最后一个恳求了 等孩子出生满月之后 我希望你能带着他回陈家认祖归宗 嗯 认祖归宗 我已经骗了他们一代 难道我还要陈家的第二代 也继续错下去吗 我听如云说秋夕来的时候 你给他脸色看了 我没必要对他客气 我想方设法帮你回陈家 可你得好好配合呀 你爱摆架子爱发脾气 回不了陈家 你还有什么搞头 你在说什么呀 你也听得了吗 我不是想要帮你 他在说什么 你也听得了吗 我不是想要帮你 我一直听不吩咐 我已经听不吩咐了 你还不吩咐 我真的听不吩咐 他太多人了 你不吩咐了 我真的听不吩咐 我还能帮你 不如平洋被拳戏 岂有此理 秋夕啊 昨天夜里 你一整晚翻来覆去的 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有事 吵到您了吗 你心里有事啊 怎么了 我 如果你不想说 没关系 我想跟您谈玉华渡里孩子 任左贵宗的事 秋夕啊 快来看 军山走了 爹 娘 对不起 请原谅孩儿用此方式向你们道别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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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孩儿必须与家的苦衷 老爷 爹 臣家事业 还请交给大哥接受 大哥聪明过人 只要假以时日 就能全盘接受 爹 娘 请您二位务必珍重 孩儿当随时写信 向你们望后报平安 他什么意思 他不要这个家了吗 他为了找文月 不要这个家了吗 他是为了文月而离家的 可是我想 应该也跟我给了他财库钥匙 他把别人说闲话有关 这个孩子 他怎么这么老实铁匙 是我把他逼走的吗 是我逼他走的吗 他怎么可以离家出走了 他的病还没好 要是在外面挨饿受冻 病倒接头 那可怎么办呢 我才赶走了天雄 如今君山又离开了 我臣母生的两个儿子 如今是一个都没有了 踩下емся 彩英 是你在惩罚我吗 你在怪我 怪我惩罚了我们的儿子天雄吗 天忧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他害死了两条人命 他的这些罪孽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替他偿还的 残忆 残忆 我真的不知道 老天爷为什么会让我生出这样的儿子来 为什么老天爷要用他来折磨我呢 俊山是个好孩子 我陈家的事业交给他 我很放心的 不是我要偏袒俊山 我是不得不输赐 太医 我求你能够了解我 我求你能够了解我 你知道 我吗 父亲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陈家 我可对不起老爷 我绝不能让臣家的血脉 有一丝一毫的危险 老爷 请你原谅我骂了你二十几年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 天兄不是你亲生儿子 君山才是 君山才是你和夫人的亲生骨肉 我说的都是真话 一定要把君山找回来认足归宋 我能让他在外面有任何差错 我真的不是有心要伤害任何人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原来老奶娘说的都是真的 君山 他才是我的亲生骨肉吗 您早就知道了 都是我的死心 我是在老家求怕了 我不想再让我的儿子过苦日子 才会一时晕了头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老爷 你一定要把君山找回来 老爷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老爷 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啊 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你一定要把君山找回来 老爷 我对不起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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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沿着路口一路找出去 不许耽搁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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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地找啊 忠信 老爷 你带几个人往河边去找 一有聚差的消息 马上回来通报 知道吗 知道知道 去去去去 快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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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列祖列宗在上 儿孙母生无能 我臣家敌亲血脉君身 被病于门外二十余年 直到如今才得知她的真实身份 我臣家一脉香火 才幸免遗憾呢 这些都是列祖列宗们的庇佑 儿孙内心之激动 难以言语 列祖列宗们 君身即日引古离家 还请祖宗们再度庇佑她在外 平安无事 待她若返家之时 牧生一定带着她到祠堂内 焚香上告祖宗 正是认祖归宗 祿祖列宗们 我陈家祖训厚德传家 如今儿孙牧生 为秉持家训 牧生还要再做一件事 请祖宗们谅解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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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爹关心 你这几天在外头 吃了不少的苦吧 你会怪爹吗 爹打我也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 富伯和韦月的事 是我错了 是我做错了 你能这么想啊 我就安心了 虽然是我赶你出门的 可是父子之情 不可能说断就断了 我们此生能成为父子 那得花多少人间轮回的修行 才能够得到这辈子的父子缘分呢 爹 是我不孝 是我对不起您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如果你还愿意珍惜 和爹这一份父子之情的话 跟爹 跟爹回去吧 把过去不愉快的事情 全部忘掉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爹 你愿意原谅我 愿意 愿意重新再相信我 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同时啊 我也希望你能够再给姨娘一次机会 不要再和她作对了 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啊 方法也许是错了 但是她起心动念 完全是一个母亲疼爱儿子的信念呢 你想想看 你从小到大 她是不是宠你 爱你 已经到了一种 无微不至的地步了 所以啊 从今以后 我希望 你能够孝顺她 就像孝顺爹一样 把她当成亲娘 你做得到吗 是 夫人 夫人 我对不起您和臣家 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现在唯一能弥补您的就是 去把巨山找回来 老爷 老爷 舅西 我把我们的儿子天雄 带回来了 你 带着我 碧玉 对不起 秋夕啊 天雄已经跟我说好了 他要把他过去不好的习惯 全部改掉 以后好好地在绸妆里 跟着我学做生意 而我也会把我所知道的 尽量交给他 你说这样好不好 天雄和君山呢 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 现在天雄 他已经回来了 就剩下君山了 只要君山一回来 我们这一家子 才算是真正的团圆了 事情啊 也总算是有个结果了 我这心里头啊 很开心 天雄啊 你的伤还没有养好的 先回房去休息吧 是 我回房去了 秋夕啊 秋夕啊 你拿着皮箱做什么 难道你也想离开陈家吗 我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我没有脸再留在陈家 我欠陈家的 我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要去把君山找回来 我要去把君山找回来 唯有这样 我才能减轻我心中的罪孽 来 寻找君山的事啊 我已经派人分头进行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我给你打算 好了 明天都不三 散下 我发生了 就会 我 真 那啟天eka 这样呢 可我没让君山享受到 她该有的待遇 我又太宠溺天凶 再会造成这一连串的风波 伤害了这么多的人 说到底 罪魁祸首是我 是我罪孽深重 我不值得老爷对我这么好 哎呀 好了 好了 千万别这么说 真要说的话 那我也是天雄的爹 我一样没有帮你 把儿子给交好 我也对不起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select杨栏目 hoje 是谁救的 我也只是听说 我那天不在这里 那我再问一下 有没有听说这位被救的姑娘 她长什么样子 年纪有多大 被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谢谢你啊 君神 为了两孝不惨 欣欣笑许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不会分开 没想到我们二十年的爱 竟然是这么脆弱 这么经不起考验 君神 是我高估了我们的爱 还是我低估了你的懦弱 家回不去 爱情不可惜 今后我跟何去何从 我会忘记 这是新辉五岁时画的 这个是他七岁时画的 不管什么东西啊 非情早受花鸟充鱼 会有钱就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非情早受这种花鸟充鱼 不管什么东西啊 在他手里凭一举笔 就可以画得活灵活现的 大家都夸他是个天才啊 是啊 少爷的观察力真是很铭铭 看 这些画真是画得栩栩如生 生命本该如此啊 李老爷 看了少爷的画 让人不知不觉跟着快乐起来 生活好像充满了希望 是啊 李老爷 听说少爷的肺不好 偶尔会呼吸困难 对不起 我不是要打听 您可以不用说 我只有心灰这么一个儿子 他母亲在生他的时候 落下了重病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临终前他千顶零万祝福 要我善待辉尔 把他拉扯成人 而心灰从小就聪明乖巧又天分 大家都夸他是个天才 我也以为 以他的聪明才智 长大后定能报效国家 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可谁料到 他就患上了这种病 如今我什么也不想了 我是希望他能好起来 能健健康康地活着 像正常人那样娶妻生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先推荐 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意志 花稿中再也看不到生命和希望 老爷 您不是要去梅州求妈祖吗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带我一起去吧 我也去向妈祖祈福 祈求她赐给少爷健康 你是说 你要陪我们一起去妈祖庙上香 那水灵姑娘不回家了 那水灵姑娘不回家了